一定是懷孕的時候 懷孕跟產後 身體的肌膚等等 你會覺得很乾 因為我是自然產 像是會變得比較乾色 分泌物也會開始變得比較多 那分泌物一多就會容易感染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非常的沒有自信 就是有一點產後憂鬱的那種感覺 因為那時候要餵母奶 所以變成說很多保健的食品 不管是塗抹的 或是吃的都不太敢用 因為很怕裡面有一些化學物質 然後就會影響到寶寶 後來我朋友就推薦我吃 海洋貝瑞蔓越莓膠原蛋白粉 因為它裡面的專利成分 都標示的很清楚 其實我自己是吃 那時候是吃一個多禮拜 就蠻有感的 一定要記得就是所有的營養補充品 一定要穩定長期的使用 才可以發揮到最好最大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女生就是要內在 你養美養好 你的外在才更加有自信 不要再羨慕別人有一張 逆齡的肌膚跟臉蛋 你也可以擁有水煮蛋肌 你也可以擁有水煮蛋 你也可以擁有水煮蛋